大家好,我是郭瑞鑫,来自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很荣幸在这里为大家介绍我最近的工作,均衡分块,一种提升推荐系统,并行矩阵分解,负载均衡的新方法。 我将从以下几个方面介绍我的工作,首先是背景和动机。 矩阵分解被广泛应用于推荐系统,它是把矩阵R分解成U和V两个矩阵,R通常是一个系数矩阵,也就是说R当中大部分的元素是缺失的,只有少数元素是可见的,我们把R中每一个可见的元素称作一个非零元素。 U和V矩阵的成绩,得到R的一个近似值,它把R中缺失的评分给补全了。 矩阵分解可以看作是一个机器学习问题,它的损失函数可以定义如下,这个损失函数的意思是,我们需要找到合适的U和V,使得非零元素的平方误差尽可能小。 这个损失函数可以通过机器学习方法,比如SGD或者CCD来求解。 在现实世界中,我们需要的处理的数据集通常会很大,用串行的机器学习算法来训练这些数据集会非常慢。 一种加速机器学习训练的方法是采用并行计算。 DSGD和CCD++是两种不同的并行矩阵分解算法,它们都是把一个矩阵分成N乘N的分块,然后用N个任务做并行计算。 DSGD和CCD++的分块更新过程是不一样的,我们假设N等于3,这两个算法的分块更新过程如图所示,CCD++的更新分为两步。 第一步,每一个任务计算一个行分块,这些任务是并行计算的。 第二步,每一个任务计算一个列分块。 DSGD的更新分为三步,每一步当中,每一个任务计算一个子分块,这些子分块是互相不同行,不同列的。 在每一步当中,所有任务的并行计算都是同步的,也就是说,先完成的任务必须进入等待状态,直到最后一个任务完成,然后所有的任务才能开始下一步的计算。 DSGD和CCD++存在负载不均衡问题,原因是他们采用了等子存分块。 图图是等子存分块的一个势力,它的每一个行分段长度都是一样的,每一个列分段长度也都是一样的,这导致它的每一个行分块或者列分块或者子分块的尺寸都是一样的。 但是呢,每一个行分块或者列分块或者子分块当中非零元素的数量不是一样的,这也是负载不均衡产生的根源。 CCD++和DSGD的负载均衡取决于不同的分块。 CCD++的负载均衡需要保证每一个行分块和列分块当中非零元素的数量尽可能相等。 DSGD需要保证每一个子分块当中非零元素的数量尽可能相等。 我们知道,每一个分块的计算时间和它包含的非零元素的数量是成正比的,并且由于任务采用的是同步计算,每一步的更新时间取决于计算时间最长的那一个任务。 所以负载不均衡,会导致其他任务的等待时间变长,并且降低必行效率。 为了进一步提升DSGD和CCD++的加速比,我们需要解决负载不均衡问题。 对于CCD++,我们需要使得行分块和列分块中的非零元素达到均衡。 对于DSGD,我们需要使得子分块中的非零元素达到均衡。 我们的工作包含以下两点贡献。 第一点是,我们提出了一种新的分块方法,称作均衡分块。 该方法证明了,我们能够通过均衡、航分块和列分块中的非零元素来达到非零元素在子分块中的均衡。 第二点是,我们提出了不均衡程度模型,用来预测把等尺寸分块替换成均衡分块以后,加速比能进一步提升多少。 接下来,我将介绍均衡分块。 首先,我们介绍什么是均衡分块。 均衡分块是指,在等尺寸分块的基础上,我们调整行划分和列划分的分段长度,使得每一个行分块中非零元素的数量尽可能相等。 每一个列分块中非零元素的数量尽可能相等。 我们可以把这种划分看成是一个异位划分问题,也就是Chance-on-Chance-Partitioning问题。 这个问题是NPR的,也就是说,我们很难找到它的最优结。 但是,我们可以采用一些简单的算法,比如贪心算法,来找到次优结。 航分块和列分块中非零元素的均衡,可以进一步使得非零元素在子分块中达到均衡,这就是均衡分块。 我们用方差来衡量航分块、列分块和子分块中非零元素的均衡程度。 假设随机变量X、Y、T分别表示航分块、列分块和子分块中非零元素的数量。 我们用DX、DY、DT来表示X、Y、T的方差。 那么,从方差的角度,均衡分块可以被解释为,可以通过同时减小DX和DY来减小DT。 我们通过理论来证明均衡分块的正确性。 用SupremumDT来表示DT的上界,用InfimumDT来表示DT的下界。 那么,SupremumDT和InfimumDT可以用这两个公式表示。 这个理论说明了,DT的上界和下界与DX、DY有关。 同时减小DX与DY,能够使得DT的上界和下界都减小,进而限制DT的变化范围使得DT跟着减小。 但是,这个理论存在一个不足,我们通过一个推论来说明它的不足。 当DX等于DY等于0的时候,根据理论,DT的变化范围在0到SupremumDT乘N减1除于N的四十方之间。 0是DT的下界,另一个是DT的上界。 这个推论说明了,即使我们达到DX等于DY等于0这个理想条件,我们也不能保证DT等于0。 它实际上还是在下界和上界之间浮动的。 那么,DT是更接近于它的下界,还是更接近于它的上界呢? 这取决于非0元素是怎样在矩阵中分布的。 我们考虑两种极端的分布情况。 在左边这种情况当中,每一个子分块中,非0元素的数量都是相等的,并且都等于Sum除以N平方。 在这种情况下,DT是达到它的下界的。 在右边这种情况中,有且仅有N个互相不同行不同列的子分块中有非0元素,并且每一个子分块中有Sum除以N个非0元素。 在这种情况下,DT是达到它的上界的。 所以,这个理论的不足在于DT是更接近于下界还是更接近于上界,它不能解释。 那我们需要进一步通过一个实验来解释这一点。 本实验中,我们测试在三个固定的DY下。 DT和它的上下界随DX的变化情况。 在每一张图中,横轴表示DX,纵轴表示DT,红线表示DT的上界,蓝线表示DT的下界。 DT的上界和下界都是理论值,是通过理论算出来的。 实验结果表明,当DX和DY足够小时,绿线是更接近于蓝线的。 这就说明,DT是更接近于它的下界的。 我们做了另一个实验来测量均线分块的加速效果。 本实验对比了DSGD和CCD++在分别采用等子酸分块和均线分块时的加速比。 我们通过MPI实现背景计算,采用了最多1535个核。 每一个核单独跑一个MPI任务。 现结果表明,在多数情况下,DSGD和CCD++在采用均线分块时,能够达到比采用等子酸分块更高的加速比。 接下来,我将介绍不均线程度模型。 我们也许想知道,当把等子酸分块替换为均线分块以后, 加速比能提升多少。 我们提出了一种方法来估算加速比提升的倍数。 这种方法称为不均线程度模型。 我们通过一个理论来说明不均线程度模型。 定义S为加速比提升的倍数。 S等于SpeedUp BN比上SpeedUp EN。 SpeedUp BN是在N个任务并行下均线分块的加速比。 SpeedUp EN是在N个任务并行下等子酸分块的加速比。 定义P为不均线程度。 DSGD和CCD++的不均线程度的定义是不一样的。 我们分别把它定义成这样。 那么,S和P的关系可以表示为S约等于E加P。 S是加速比提升的倍数通过实验测出来的。 然后E加P是对S的一个理论的估计值是我们提出来的。 我们通过一个实验来说明不均线程度模型的准确性。 我们对比了N在2到13的情况下,DSGD和CCD++的S和E加P。 实验结果表明,在大多数情况下,S和E加P的间距非常小,而且不超过1。 这证明了我们的不均线程度模型的估计的准确性。 我们的工作总结如下。 第一,均线分块能有效缓解复载不均线问题,并且提升DSGD和CCD++的加速比。 第二,不均线程度模型能够仅通过少量的计算,大致预测出把等值存分块替换为均线分块后, 加速比提升的倍数。 欢迎大家查阅我们的论文全文来获取更详细的信息。 我们的原代码已上传是GitHub,大家可以通过这两个链接访问。 另外,如果大家对我们的工作有任何问题,欢迎通过这个邮箱联系我。 感谢大家的观看。